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节目咱们来说说中国最早的县 季县 季县是中国最早的县 位于金甘肃境内 可能有朋友要问 季不是河北的简称吗 怎么跑到甘肃去了 说来话长 且听一一道来 中王国八百年包括三大阶段 西周春秋战国 西周时期近三百年 在关中和陵西 一级关隆地区 有不少诸侯国 还有西戎的许多戎 比如在关中有犬戎 利戎 山戎 彭系戎 大理戎 义渠戎等等 在隆西则有 纪戎 龟戎 棉株戎 巫氏戎等等 在周王国的西部边境 一级隆西一带 有从山东流放来的 嬴姓之族 酋长为大洛 大洛的次子妃子 在今 千和 魏和一带 为周王 扬马有功 周王 为表彰其功劳 将甘肃的两个城池 封给了他们家族的两兄弟 即 西犬秋 今 甘肃 龙西 李县一带 封给哥哥 成 秦义 今 甘肃 龙西 清水县一带 封给弟弟 妃子 嬴姓 祭祀 恢复 嬴姓 原先为流放的奴隶 从此恢复了贵族身份 妃子的曾孙秦仲在位期间 西戎猖獗 攻灭了成的一族 于是 周王给秦仲一族七百兵马 命迹复仇 在当时这是一支不小的部队 西戎强悍 秦仲力战身亡 他的五个儿子 继续率领周军进行复仇战争 最终在次子秦庄公的主持下 击败西龙 扩张领土 复仇成功 西周末期 周平王东迁 秦湘公 护驾有功 秦国由大幅封地 升级为诸侯国 秦人 原为周王朝廷的大臣 负责守卫王国的边疆 至此成为一方诸侯 春秋早期 秦武公 秦德公 秦初子三兄弟 先后地位 其中 秦武公 战功卓柱 他在拢山 也就是六盘山两侧 攻城略地 出兵 西戎 攻灭了 继戎 归戎 在两地设县 这是中国最早的县 次年 秦武公又在 关中用兵 攻灭了 位于金长安县一带的 渡国 以及华山一带的郑国 继续设立了 渡县和郑县 至此 秦武公 统一了关隆地区 秦国 疆土 大大扩张 继县 在现在的 甘肃省 甘古县一带 被击败的继戎 其残步逃跑 经过陕北 辗转来到 金山西境内 因此 把季的名称 带给了山西 传说在上古时 中国分为九州 其各州 比后来的 东汉十三州 更大 九州中的季州 包括 金山西 河北一带 至东汉时期 九州分为十三州 冀州 一分为二 分为山西 并州 河北冀州 从此 冀成为 河北的简称 好的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